大家好,我是三嫂 吃竹笋的季节又到了 今天来做五花肉竹笋汤 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条 也可以切成块 切条切块都可以 切切的比较漂亮 洗干净的五花肉也切成块 切一点咸菜 姜片 切一点香菜 如果不喜欢香菜可以放芹菜 切好的竹笋来烧一下水 要凉水下锅 不让煮上胃口 盖上盖子让它煮开 煮开了有一分钟就把它倒出来 五花肉也得焯一下水 凉水下锅 五花肉煮出玄默也把它倒出来洗干净 拿一个砂锅 把焯火水的煮水放进去 五花肉 咸菜 再加入清水 如果想快一点吃的话 就用高腰煮药 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煮45分钟 潮山地区煮笋震荡剂 如果在外面没有新鲜的煮笋 可以用笋干 现在新出的笋干非常的嫩脆 汤已经煮了45分钟 差不多了 来加点盐和胡椒粉调味就可以了 搅拌一下 最后来点香菜 汤鲜味美 可以吃两大碗 五花肉煮笋汤就做好了 煮笋非常的嫩 清脆爽口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汤鱼 欠松